將雞排塞入起司內餡 裹上外皮 放進滾燙的油鍋裡 雞排炸得滋滋作響 起司餡也在雞排內融化開來 等待外表變成金黃色澤 立刻起鍋甩油 鎖住飽滿的肉汁 接著再撒上胡椒粉 剛炒好的雞排香氣十足 一口咬下外皮口感酥脆 雞肉鮮嫩多汁又扎實 裡面還有滿滿的起司 咬大概一公分快速就好 單咬起司不要養到雞肉 好 要拿了 好 幫它量長度對不對 大概180 190 180 190 對 這麼長 正常 最長是幾公分 最長是420 高中生最高基督是320 剛剛有讓大家起司機時的感覺 就是之前這樣好不好吃 還滿好玩的 因為之前都沒有拉過這麼長鍋 斷了 今天到幾公分 195 還滿好玩的 以前有挑戰過 而且沒有 沒吃過這種裡面有起司 而且還可以拉這麼長的 還滿特別的 藏在雞排內的起司 可以拉得好長好長 增添了一些趣味 這家位在松山區巷子裡的 雞排店 店面小 走過路過很容易錯過 但卻還是擁有不少的粉絲 它的皮很脆 然後它的肉是 就是不會很柴 滿嫩的 而且不會很乾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 就是它一千絲還滿好的 就是有加分又好吃 從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吃 大概是2012年 2013年左右 它已經吃了快10年了耶 對 也附入我的年齡 另外就是它一直其實都有研發一些 獨特的口味 像是德國香腸起司或是草莓起司 或甚至是現在這個明太子 其實是在其他地方 好像都還沒有吃到這樣的口味 好吃又會牽絲的雞排 是起司控不能錯過的味道 美味的關鍵是來自輝哥之手 這個要醃兩天 為什麼要醃兩天 因為你有上下的問題 然後弄起來的話 兩天會比較容易入味 最少要一天半 一天沒有辦法入味 細心的幫肌肉按摩 直到上下兩面都入味 下鍋油炸之前 還要先美容一般 我們比一般外面的雞排店 多了一個這種動作 我們首先會把雞胸肉旁邊 這個雞流條這邊 用手稍微先把它剝開 因為這邊很厚很Q很好吃 可是剝開的話 就是你炸得方便 就是會比較快 一般如果沒有剝的話 就是比較難熟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條筋 通常我們會把它拉斷 還有一個膜黏住 第一我們就是要讓它炸的時候 就是受熱平均面度 面積比較平均 比較大 然後賣相也會比較好 然後賣相也會比較好